文古至今小人物品读中华大历史 欢迎收看本期大历史小人物 新中国成立之后 迫于各方面的国际压力 中国都必须要强大起来 无论是经济军事还是科技实力 中国都必须追赶英美的脚步 来完成质的飞跃 当时中国就有很多的地下秘密基地 在悄无声息地研究着什么 在湖北省咸宁市 又一个秘密工程 代号131 这个秘密的工程 当时是一项绝密的国家战略工程 而且还与国家很多的重要人物有关系 这个131绝密工程的基地四周 群山环抱 树木聪裕 可以说自然隐蔽条件非常好 而且这里地势极其复杂 任何不熟悉这里的人 都极有可能迷失方向 那么这项神秘的131工程 到底是什么呢 1969年中苏关系开始恶化 面对当时核武器强大的苏联 中国政府决定在湖北修建一座地下防核工程 以应对战争威胁 这项工程总建筑面积达3288平方米 里面基础设施完善 而且粮食储备充足 里面设置了很多不同的通道 还有很多房间 其中有一些是首长的房间 131工程共有三个出口 每个出口都装有一个三吨重的大门 这种门完全可以抵御原子弹的冲击 所以当时耗费了巨大的财产 到后来这项工程也没有修建完 现如今131这项神秘的地下工程 所带地已经成为了一个旅游景区 里面的通道都将为游客开放 包括里面的各种房间 各种设施都将满足游客的好奇心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我的请点关注哦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